荷兰皇家航空明年飞台湾即将满40周年 但近期却传出荷兰国会为了环保考量 有意让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减少起降航班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如果荷航定出两成的减班要求 按照台河双方的航约中 每家公司也都要对应减班两成 等于说华航跟长荣有可能被迫减班 荷兰皇家航空作为目前唯一有直飞台湾航线的欧级航空 近期传出因应荷兰国会考量降噪减碳 有意要减少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的起降航班 甚至有消息传出荷航可能要关闭30个航点 其中就包含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台河双方签署的航约当中 何方必须公平对待各国航空公司 等于说要是荷航定出两成的减班要求 每家公司也都要对应减班两成 而各界关系目前国际航空内 有非阿姆斯特丹的华航跟长荣 有可能因此被迫减班吗 史基普机场它一直都是整个欧洲运输量最大的机场 作为台湾旅客影响最大的部分 就是这个航线如果万一中断的情况之下 旅客未来要转机到卢森堡比利时 或是到欧洲境内的国家的话 它会变得比较不方便 就怕环保因素冲击旅客出游行程 一旦减班确定未来台湾旅客要飞荷兰 还有什么航班选择 旅游达人建议可以搭乘阿联酋航空 从台北到杜拜转机飞往阿姆斯特丹 或是搭乘华航从台北到法兰克福转机 另外也有长荣从台北飞到巴黎机场转机的选择 限制航班 但是它其实没有限制旅客 KLM集团现在目前对应的措施 除了转移到其他的机场 或是邻近的机场之外 它也有可能放大机型 叶峰拼光光的同时 如今传出为了环保航空公司被迫要求减班 在航空舰里算是相当罕见 这里是陈建国台北报道 这一段话是在航空线的 平行电已转移到柜田 小与点子转移到柜田 中文字幕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子